我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讀卡機的部分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東西是 剛剛我們有跟老師介紹過一個東西叫做SSL 有沒有 這是一種加密的方法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我們剛剛說它可以在我們 就是你的電腦跟你的網站之間過程加密 但是它沒有辦法分析你是誰 所以沒有辦法分析就是我只要打的是你的電腦密碼 那你就認為那應該是我 對不對 我如果是別人我知道你的電腦密碼打進去 中間有加密而已 所以呢 現在像明義電腦在外面如果有常常看到這種讀卡機 比如像老師如果有那個報稅 對不對我們剛剛說只是要報稅 你可以看資料很平正有沒有 那個事實上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要用資料單打 因為今天多了這個讀卡機 讀卡機的目的 比如說那個用它來做什麼 Web APM 比如說是做網購 然後你可以用金融卡 對不對 在線上直接有沒有付款 那這個付款的功能就跟你 真正的提款機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資料的功能不行 不能領錢 哈哈哈哈 如果能夠領錢不是很好嗎 可是你只能長出去不能長出來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但是 德卡機它多了那個晶片的用意 就是在於說你的身份的確認 好 身份確認 那自然有評分呢 這是一個 另外 我想也許有些老師有在 就是看那個股票有沒有 有種股票是大家比較有感的 因為如果你用的是沒有當號子 那我們直接用 正確的東西 現在不是叫有那個軟體嗎 但是你要買賣的話 可以直接賬上密碼就賣了嗎 跟這個有關係的 一定要很自動安全對不對 所以它會有一個憑證 憑證 你們可能沒有特別注意過 就是那個憑證的部分 憑證的話 一般 像你有用SSL加密的 它這邊會多一個鎖匙 有沒有 那有憑證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裡的話 我看 像那個憑證股市的 股市的那種憑證 那它會不會是怎麼樣 一秒要犯一次 一秒要犯一次 所以你時間待的話 要求你那個憑證要變 那 哇 這裡剛好不會 我用這一個好了 哇 這邊剛好現在都不會 之前都會有 那它 就是說會有憑證 那你如果要 有那個憑證 你要去另外申請 所以像我們在I裡面 它會有一個叫做 憑證的管理 你看在這個安全性裡面 還是隱私權 我記得有個憑證 憑證裡頭 在哪裡 這下面 對不對 有沒有 憑證 所以如果您是用那個 股票的 您去 下載一個憑證的 那個key 的檔案之後 你要把它揮進來 這邊才可以用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這個問題都只是要加強那個安全性 可以認識說 這是你本人 這樣而已 好 就好像我們現在要認證 都要雙認證 健白卡 被身分證 是說駕照 對不對 它看你兩個 所以這個部分是 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 兩路上 用這樣的 原則上會比 自由用帳號密碼 再安全一點 手機認證 你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假的就是 那個key的就要 這個key的我剛好 在你手機旁邊 那我就也可以用 可是一般來講 這些 憑證的部分 不是那麼快取得 一般會再更安全一點 另外這邊 順便跟大家介紹 瀏覽器的隱私的設定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瀏覽器的隱私設定 因為今天 不管是你在你的電腦也好 還是我在使用你的電腦 你今天很多 是不是會有那種製造完成 就是你打過他就記得 更慘的是 你有夠記住 有沒有 最後就是 他記住你忘記的那一種 因為老師可能 除了隱私問題 有些說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電腦萬一壞掉 要重裝的時候 你的密碼 很多是不是都忘記了 對不對 除了你是一路通的那一種 就是通通密碼 只有一組的那一種 每個都是一樣 那你只要記得 就全部都通了 除了是那種 那你就不用記得 這很多時候你可能 安全也好 會記某些因素 你這不一樣 那這個密碼 到底能不能查得到 可以嗎 不管你是用AV 不管你是用火屋 不管你是用Google 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如果今天是你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你要那個Gmail 比較重要 你要經過商認證 但是比較安全一點 對不對 有些人就不小心進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常用還是IE 對不對 您先看一下在這裡 有一個叫做網際網路選項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影資權 應該是那個內容的部分 有沒有一個叫自動完成 對不對 你可以先來看一下 你目前 他會自動完成的是哪些 一般來講 正常來說的話 就是表單他會記住 尤其是這個什麼 實驗者的名稱跟密碼 他會提醒你 可是他會記住 有沒有 如果您真的要比較安全 你可以先把這些刪掉 假設你在別人電腦上面的話 你這邊都可以刪掉 那麼 這個是IE的部分 可是呢 如果您用的是Google 或者是這個 Yahoo的 那個火狐的 事實上這些密碼 你看到在這邊的選項裡面 有一個個人隱私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安全 應該是安全 有沒有 他會記住每個 每個的密碼 以前的密碼 看到在這裡 可是這個呢 我按下去之後 我們一般密碼 是不是就是 星星或圈圈 對不對 我們在火狐或Google 你可以按顯示密碼 所以我這裡就不按給你看 我可以看得到 你們了解的 所以今天你有記住的 真的 他是找得到的 你不要說他記住了 我忘記了怎麼辦 我就回來看一下就好了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當電信 所以你要更小心 沒有人家是追到你的電腦全面的 那你到底要記不記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只是說 這些工具呢 要再留意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我部落格上有一篇文章 有特別介紹就是查看各種 比如說outlook 像老師說 你還要用outlook的 都用msn 有些那個 但畫密碼沒有記住的 那他可以去查 有工具可以查 msn re入圈沒有 對不對 但他可以查 那可以查的話呢 我那篇文章的 點閱率是非常高的 為什麼 因為常常不是本人要查 是他的anata 還是說 打扮媽媽最常甘心小朋友 他想要知道 他想要知道 叫他命 所以他就會想辦法找一些工具來看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這個呢 可以像這樣 那麼今天如果說 你在用別人的電腦 以我們現在教室環境來講 因為其實都會怎麼樣 還原嘛 所以大致上比較沒有太大差別 可是今天這個你用的是別人電腦 要到別人家 還是要關心電腦 那你不需要你的資料 留到裡面怎麼辦 其實呢 現在各大瀏覽器都有提供一種 叫做無痕制視窗 除了沒有無痕的 瀏覽器也有無痕的 就是 純鬼字無痕 那在IE裡面稱之為implied瀏覽 在Google裡面稱之為無痕制視窗 在火湖裡面稱之為隱私瀏覽 那這兩張式呢 就是你曾經去過哪些網站 打過哪些帳號密碼 他的古記 這樣你了解嗎 我拿這個IE的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剪輯的時候 它有一個關鍵 有沒有叫implied瀏覽 那你這裡寫 那麼您就有用這個Google的 你看在這裡 但是我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無痕制視窗 點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 叫做spy 有沒有 他的體是不一樣的 假如說你現在是在有生探的狀況下 他是不會把你記錄下來的 就是隱私的 所以這個也不一樣 那麼你在火湖裡面也有 他在工具裡面 應該是在工具還是哪裡 進入隱私瀏覽模式 主要進入隱私瀏覽模式 就是你曾經去過 因為我們現在瀏覽器都會有那個瀏覽紀錄 對不對 那他就會把這些難掉 所以 老師如果說你萬一 您是在別人電腦用的時候 請記得 因為大部分我們在別人電腦面用 主要都是上網比較多 對不對 我想你要的軟體他不就沒有 所以上網 所以上網 這個時候最好 你能夠稍微留意一下 用這種模式 因為上網 這段電腦不會造成傷害 對不對 就不要記住而已 這個是 像我們剛剛在讀卡機 在隱私權的部分 先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那我這個主題我就先到這邊 在這邊